各位早晨 歡迎大家出席 由香港罕見疾病聯盟 和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合辦的 世界罕病人二人一發研討會 我們今天等到公司人神大院 大家好 今天是大院初十萬 先臨大家懷疑 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勝利 身體健康我相信對助監會一位都非常重要 每年二月的最後一天都是世界罕見疾病人 世界不同地方的相關組織都會在這個時間舉辦一頓 希望提高社會對於罕病的認識 而罕盟每年在二月底 亦會舉辦世界罕見疾病人同會 今年更加得到香港大學李嘉誠這方面的支持 能一起主辦 而今年的主題就是 《罕病廣告的床政策到棋居》 在香港典禮之後 我們邀請了很多不同的嘉賓 和大家由上週的罕病政策 一直講到下週一些病患者的生活棋居 而現場亦有很多不同的展覽 上週的活動中間會有休息的時間 可能亦都會有足夠的 大家準備坐在一起 讓大家可以便宜一下 今天我們在會場裏 特別設置了一個攤位叫做特首 聽我說 攤位外面有特首的照片 很容易拍得 我們歡迎大家將你的說話 意見或數目 去透過攝錄機 拍攝低腳 稍後會在我能將有關的影片 提交特首吧 大家會有1分鐘的時間 將你的說法和韓國有未下手 我只是沒有要試試 另外護江維多利亞學校的學生 亦都為刊民將有關11個國家的 刊病政策 以及疑惑文件 交上香港情況製作左剪板 大家在進場時都應該很清楚看到 很多是手指 只乎香港手指都慢慢多 好了 大家也可以在休息的時間 和學生交換一下 今天的主題也包括體驗生活 韓文邀請了幾間不同的機構 在進場設置各種攤位 給大家介紹一些智慧地區 展覽攤位在休息 已經是以後都會再開放 活動相當豐富 事不宜止 我們先請香港國健執命隊 韓體會長 申建林先生 想請請請 臭醫生 超學EQ 各位來賓 各位朋友 各位病友 各位照顧者 首先跟大家拜一個晚年 祝大家九年時事順利身體健康 在過去一年 政府回應了刊病患者的訴求 提供了幾種刊病藥物 不過基本上依然是逐種藥物 甚至是逐個個案去周算 至於其他一些方面 例如在檢測 診斷 培訓人員 開設職位 建立病人名冊 建立刊病的綜合中心等等 政府都暫時沒有一些正面回應 我們期望透過今天的研討會 可以將歐美國各國和隆近地區 在應對刊病的一些有效的策略和成效 帶給各位 使我們可以為香港看看如何應對刊病 有更多的一些經驗和參考 亦都期望坐擁萬億元儲備的政府 可以採取更多的實際行動 讓香港的刊病患者的生存權 和其他各種的基本權利 得到切實的尊重和保障 在此我要感謝香港大學美嘉誠醫學院 和我們聯合舉辦這次的研討會 感謝各位來賓和朋友在白王中 來臨今天的活動 感謝各個支持機構 贊助機構 和各位港者的付出和貢獻 也感謝各位工作人員和義工 沒有你們的幫忙 今天這個研討會是不會辦得這麼成功的 最後祝各位身體健康 事事順利 多謝各位 謝謝鄭先生 請到台下座 鄭先生有提到 我們香港擁有的儲備都不少 未來星期三會是採證預算案 之當中會有關抗病 有一些的象盤 我們今天 韓文亦都要得成立後衛生部的副局長 徐登賢醫生 很擔心的持人者 我知道很多代表都在場 大家早晨 你都失業了 今天我很榮幸 要參加今天這個 2018世界刊病人的研討會 其實政府一直以來 對這個不常健康病患者的致亂和互利 都做了一連串的行動 這股公共一直以保填低收費的模式 為香港市民提供供醫療服務 藥物肯定是醫療服務 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隨著醫療科的發展日新月異 我們知道藥業界 他們逐漸發現了一些新的藥物 發了一些新的藥物去幫助病人 其中包括用來一些治療 不常見疾病的藥物 我們都希望患有不同 和這類疾病的病人 可以在香港都有機會用到這些藥物 這股公共一直以來 都是密切留意兩方面 就是臨床醫療的需要 和科而實戰的最新發展 當然在過程當中 我們會聽不同時分的意義 包括病人體體 它要做的有幾方面 一方面就是優化藥物明察 加強對病人的支援 有個機制就是透過專家電期評估新的藥物 不時擴大藥物的行開範圍 等到更多病人可以在公寮醫院和診所 以標準的費用 使用一些安全和有效的藥物 現在正在用的藥物都會按實際的情況 重新去劃分它的組別 例如將一些治療法的藥物改為 有安全和資助的治療藥物 或者轉為專用的藥物 或者由專用的藥物 轉用通用的藥物等等 在不常見疾病藥物治療方面 醫護局是設立了獨立的 專家小組機制 例如就是就著這個 用媒體儲職制定治療的方法 和避免各別患者 接受藥物治療和實質的療程 現在政府和醫管局提供每年 共7500萬的額外經常活款 要應付這一類患者的需求 政府和醫管局一直都是 致力確保所有的病例 包括不常見病患者 或得適切的治療 醫管局在考慮針對不同疾病 包括不常見疾病的治療方案的時候 亦都留意到一些新的發展的治療方案 有一些現象 第一就是價錢有時很昂貴 甚至極為昂貴 同時因為個案不太多 初初開始的時候 它的安全性和療效都不是很快 就會驗證到的 亦都有確定的病人 它會因它下床的情況 它的背景反而也有很大的差異 因為個案不多 初期用的時候科研病的儲物 不早的數目就多 而且科研的時間有時比較短 所以實證的數據有時不是那麼容易 即刻就可以掌握到 第二,政府和醫管局在2017年8月 推出了關外基金裡面的資助行 資格等的購買 架潮極度謀威的藥物 裡面包括了容易治療不常見疾病的藥物 的醫療援助項目 運用經過調整的經濟審查標準 為了需要的病人提供援助 另外政府也都在2017事件報告裡面宣布將會擴大 援助項目的資助範圍 案件的情況為有特殊臨床需要的病人 就特定了藥物治療提供幫助 這部曲會持續檢討和優化醫療機制 去應付疾病患者的需要 也都為所有的病人 包括不常見疾病患者 和其他疾病患者提供適切的治療 政府明白由於上述項目涵蓋的藥物 有時包括一些非常惡貴的藥物 對於經濟能力和需要分擔藥物的病人意義 長遠來說是會構成財政的壓力 因此這部曲拼請了顧問 就算關外基金援助的病人入費 分擔機制作出檢討 希望在2018年的上半年 或者今年上半年提出改善的方案 這部曲會繼續留意國際上 有關不常見疾病的研究 和其他地區在這方面的醫療政策發展 同時會考慮各界 為這些疾病患者提供的建議 也會繼續與相關的藥商合作 務求長遠加強 為這類病人提供可以持續負擔和適切的支援 最後我祝今天的兒童會順利進行 要祝大家在新年的時候 身心康大生命與發言 多謝多謝 謝謝 接著就有請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的座義院長 研究科程和學生事務 陳振勝教授代表主打單位致謝志 陳振勝教授兩個學生事務 陳振勝授 نے太多的操績 謝謝 dial前 This is a major activity of the Alliance to promote the World amount of red disease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who have done a lot This event are in the partnership You can shine from the medicine that you know this one Community and of course thank you to all the people involved in having to tay this way to make this event possible and also all our sponsors as well A preview to this event is an activity that I'd like to give thanks to a group of rare disease patients and also the carers spending an entire day with their medical students I've given them the opportunity to interact first hand and to understand to feel the courage strength and the difficulty they face on a daily basis you will see the product of this event later in this afternoon as an educator I'm particularly proud of our students and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students who call for nice this event as Cynthia, Miranda and Helena you might meet them this afternoon I've seen the video they produced and I can assure you that you will feel what they feel from the events that care should not be better and they will become our future doctors caring for rare disease patients I'm excited to see so many people here I'm confident that this will be a fruitful event and will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the Homeless Society to patients with rare diseases I hope that the media will help us in this endeavor to drive a positive and inclusive attitude in our society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satisfy all the people 恭喜發財 身體健康 謝謝大家 我們最近也有提供精神傳言服務 大家有需要的話可以在外面內容記 待會有英語和過會的朋友 有需要的話可以在外面內容記 接下來我們會進行活動的啟動儀式 開始之前我們先有請香港保健疾病聯盟的導演示上台 有請各位 大家見到就是以前有個同學 一會大家會一起敲這個同學 很適合新年造的一個導演 有時我們就說爆足一聲除舊稅 因為香港其實都是中國的傳統哲平之人 謝謝各位 接著我們有請以下的嘉賓到台上 分別有Dr.Durane-Wong-Rager Chairperson of Rare Diseases International 香港福康會行政總裁梁佩儀博士 香港西醫工會會長楊超凡醫生 香港大學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臨床副教授 中學年醫生中醫生 還有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蔡霍偉博士 香港耀能協會行政總裁房長法先生 JP 謝謝各位 現在就有請主例嘉賓 分別是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爾醫生聚典 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議員 立法會國具犯議員 謝謝 有請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的助理院長 陳真清教授 以及香港港建制病院的副局局長 曾建成先生 他和大家一起到台北主例 大家手上有一個取 各位準備 稍後我數三聲請三位嘉賓 大力打入同學中不搶氣 他受得力 大力打下去 跟著 台下嘉賓可以準備你手掌 已手掌代取 不過你們拍手掌是痛的 別那麼大力 預備 預備,3,2,1 這是配合同樂響聲的表演 謝謝各位強大的勞鼓聲和韓掌聲為世界肯健疾病日2018年討會揭開序幕 代上各位劉慕 工作人員稍後也會拉一張Banner出來為大家一起拍張照片 請大家聽不懂 剛才的同樂星其實不單止啟動了今天的活動 亦都為韓民今天的活動打響了頭炮 同時祝願各位韓建疾病的朋友和家人 今年同樂星一樣精神爽美 剛才曾山的暴牙犬亦示範了一個非常好的示範 即使有同樂的驚客也是非常穩定地繼續進行自己的工作 有了 跟我說說 要是 既然說 此一位 這位在白鶴 此一位 大天 老大 多謝各位,請大家到大廈的座座 我藉著這個時間先介紹一下研討的第一個部分 就是肯定政策概覽,香港再和存 2017年社會各界對肯定相當關注,有很多討論 一些立法會報案引發了社會廣泛討論 韓民一直倡議香港政府制定肯定政策 世界其他國家的肯定政策到底是怎樣 香港需要怎樣的肯定政策 在外面的展覽板可以多知世界各地的肯定政策 現在的評價到底是不一樣